亲爱的朋友 今天曹根老师跟我们谈新文化运动馆 事实上这个地方就是蒋卫水时代的北警察署 也就是他常常进进出出被 因为言论刺痛当局而被抓进来关的地方 进进出出无数次 那么在这里面呢 他把它当作读书修养的地方 也是他治疗政治病的地方 那曹根老师 以蒋卫水的这么幽默的性格 他进入监狱 他自己有另外一番的看法 然后他在监狱里面曾经有过哪些事迹 那请你跟我们描述一下 蒋卫水刚才走到旁边 他不光是这个北警察署 那基隆他也被关过 所以他叫他做基隆hotel 那这个北警察署因为他是当时 他是在对面的一个叫做日新丁 日新丁本来是一个木构的 后来才会在这个新的地址又盖了一个 北警察署 那叫做蓬莱丁 那日新丁的对面这个蓬莱丁 本来是他们的弹药库 蒋卫水那时候常常会关在日新丁这边 所以就叫做日新旅馆 日新旅馆 日新旅馆 像高雄他也叫做高雄hotel 他说基隆把我关过了 汐止也把我关过了 汐止那个叫做汐止凉亭 因为是夏天被钻去关 所以他说他是到汐止去避暑 他说他很希望 听说高雄的这个 高雄的旅馆也不错 他也想去尝试一下 他在他的日记里头有这样子写 我的天啊 要去的时候 他要去 因为他已经常常进去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文化头来 有人来说天上掉下了 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 这样来说 那蒋卫水是蛮温情的 就是说家里面的人 如果送东西来 他会分享给 给那个 其他的 其他的育友 大家对他来讲也蛮礼遇的 那在那些肌瘤所里面 他们的盥洗是在外面 外面是有个洗手台 可是里面 那个角落都有一个厕所 大家也要去便室 但是他们会领域蒋卫水 会把那个好的位置留给他 那个是说蒋卫水 如果是白天进去是这样 晚上进去 大家在睡觉 他没办法 他只要到这个角落去了 那有一天蒋卫水是 半夜进来 就算都客气都没地方了 他就在那角落 那一阵他喝香料来冠 他也没有准备那个预寒的毯子 毯子是两个人一张毯子 唱毯子的时候 是什么人先唱到什么人会 如果楼梅头来说 大家都要最好人用 讲毯子的时候 你去的时候连贪也没有 他就穿他的衣服穿住 就在角落丘的角落睡 睡到半夜的时候 有一个人把他的贪 尽在蒋卫水的心上 他就蹭起来 蹭起来 他在那里看 这个不是 那是一个人散的人 好像是一个鸦片仙 那一阵你叫做鸦片仙 叫做灰龟 是怎么说叫做灰龟呢 因为鸦片仙 他如果没吃的鸦片 他有点受不了 然后就开始拉肚子 拉出来的那些食 是又抽又黑又臭 所以鸦片仙 他在犯饮的时候 鸦片仙人在那里看 大家都浸不在那里 但是这个人 他自己身体那么瘦弱 还把毯子盖在蒋卫水的身上 所以蒋卫水那个时候就讲说 人性本来都是善的 这个人 他就是因为鸦片瘾 来把他的家产 强苦 败光了 身体也破坏了 那为什么总督府 还有这种鸦片政策 还允许台湾人在吸鸦片 他就有蛮深的感慨了 那蒋卫水就是这样子 他在这个基流署里头 他就研究蛮多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为什么会有仓记 为什么会有少年的流氓 他都在那边把他当做一个 他以后出来做社会运动的时候 要怎样来从事改革 来把他们再教育 像蒋卫水 他也曾经跟台北市役所 申请要办义俗 所以义俗就是说 私学的儿童 我们免会给他教育 那失业的民众 给他施以记忆的信念度 完全都是免费 可是居然没有被总督允许 所以我们由这里就可以知道说 当时殖民政府的统治政策 不公平 他对台湾人的这种教育 他其实他是不放心的 他一手要掌握住 所以这个就是蒋卫水 他们为什么对于殖民统治 非常反感的原因 就是认为他们是打压这种 学术的自由 教育的这种自主性 那蒋卫水就是 看到这么多的一个 他觉得应该要改革思考的地方 所以他也把这个 在建议里头的众生向 他就把他写成文章 就刊登在他面包上 这些文章也要经过检查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 铁鼠游记就变成叉叉游记了 有一次蒋卫水还被关在 那个女性的基留所 为什么 因为人满为患 人满为患 男性的基留所已经爆满了 那女性的基留所有两间 把他并成一间 然后那一间就来关蒋卫水 所以蒋卫水还写了一篇叫做 女间 女基留所的遗业 这种的文章很好玩 所以当时的人很喜欢看他写这个 路易的文章 那这个北警察署只是 他常常进出的一个点而已 他很多这个基留所都干过他 听了曹根老师讲的这些 蒋卫水的入狱的经过 真的好感人 我想蒋卫水先生不只在监狱里头 多读书 多修身养性 然后他也看到社会底层的这一些苦难 而能够非常悲天悯人的 为他们设想 从而觉得说应该要改造社会 成为一个有公平有公义的社会 这样子才能够人人有人权 有平等这样子 那听了曹根老师讲的故事 我对蒋卫水先生 有更加多的这个崇敬 那我想听众朋友 大概也有一样的感受 那曹根老师 我们刚才讲的是北警察署这一边 那当然他对别的地方的这个监狱 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那你再怎么样跟我们多分享一些 蒋卫水有一个更大的旅社 他叫他叫他做古庭大旅社 古庭大旅社 其实就是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 那个台北监狱 他的位置就在现在的金山南路 金华街那一带 爱国西路的两侧 蛮大的 现在是邮局 邮局跟电信局 电信局 那边你还可以看到很高很高的围墙 那边在战争的时候还关过战斧 所以我们在导览的时候 也会带大家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玩的名字 他目前叫做胡助理 福气 那以前叫做胡助丁 那 以前就叫这名字 以前叫做胡助丁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环逢 今天来到一关 对 在胡助丁 那蒋卫水是因为 那个1923年的12月16日 总督府发动一个叫做违反资安警察法事件的大逮捕 就是逮捕台湾议会其成同盟会的会员 一天都当早六点就抓九十九个 蒋卫水还在睡 就叫他叫起来 早上六点钟 那后来就被关在这边 那一共在这里被关了两次144天 那第一次是两个月 那第二次是84天 那这个 好长哦 好长的时间 当时呢 他中间的时候是因为那个 审判 要已经证讯完毕了啦 要进行审判 才把他放出来 假释出狱 我们看一张照片 很粗糙就是说 去欢迎的人啊 有戴帽子 那出狱的最后四个人呢 没有戴帽子 这个就是被关最久的四个人 所以是陆陆续续放出来 陆陆续续啊 所以这种在监狱前面 这个合照的照片 我们可以在台湾的那个 不同的监狱都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做英雄的造势 所以这个很好玩就是说 他们假释的时候 他们可以做英雄的造势 可是第二次入役的时候呢 他们要释放的时候 警察就故意 政治警察就故意在提早一天 把他们放出来 就是不让他们在做 没有机会 这种的英雄的造势活动 那蒋卫水在这个 台北军里头呢 他第一次进去啊 他因为一大早被抓嘛 所以他也来不及准备书了 就要求家里不断的给他送书来 那他在这个第一次入役的时候呢 他就 因为当时书没有带进来啊 所以他就想说 那我就来写一些那个黄骨文好了 他也写路易日记 也写这个黄骨文 他就写 仿那个什么 快路来西 仿这个 陶渊明的归去来西 就说 归去来迟 归去来迟 就写说在经营里头 不错啊 不错啊 可以修身养性啊 可以读书啊 可以跟书中人物来交往啊 那也不用这个 担心说 太多的这种 俗事来缠身啊 这样子来 来 反讽这个 日本人把他抓去关 那他也写那个 送王军入监义序 就是送那个王敏川到监义里头 所以他有古典文学的抵抗 他也有这个 白话文 路易日记 每天记下这个日记 然后就把他投稿 到这个台湾民报 那因为这个蒋渭水的这个 路易的文章 发表在台湾民报 就造成精神复兴的现象 所以台湾民报呢 他本来只有这个 三千多份的销售量 突然一下 暴增到一万多份 对 一万多份在我们看起来 可能是不多 可是当时他已经是 非常可观 全台湾第三大报了 当时的人口 是现在的只有六分之一而已 那 当时市制的人 台湾人比例来讲 并不是很高 那有这样的销售量 已经相当不错了 即使是总督的台湾日新报 他也不过是一万八千多份 对 所以他变成了台湾的 可以并价齐渠了 那蒋渭水呢 第一次路易有这种的待遇 他要比的时候 他可以叫狱卒去帮他买 他没有纸的时候 可以叫狱卒帮他去买纸 所以留下很多著作 那第二次路易的时候呢 总督就把他这些优待取消了 因为不给他写了 因为他这样会唤起名气 会造成精神祸行的现象 所以第二次蒋渭水是凭着他的记忆 是出狱以后再来写 他在狱中的情形 狱中的水笔 第二次路易以后他才来写 那纵观这个两次 著名的这个智景事件的 入狱的情形 从1923年底一直到1924年 那么长的时间 那他所留下来的狱中日记文学作品 后来还影响到我们当代 现在的一位诗人医生 江志德医师 他为此写了一组的叙事诗 叫做那些天蒋渭水在牢里 好像化身 他自己化身为蒋渭水的 在狱中的独白 他的心情 然后里面也采用了很多 狱中日记里面的词句 所以我们读那个十五首的叙事诗的时候 感觉上好像就是渭水先生的心 心内中的独白 那这一组叙事诗 我们后来也委托作曲家 为他谱曲 那些天蒋渭水在牢里 那我计划在明年 要把这个合唱交响师 再重新演过一次 是以交响乐团的配乐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期待 蒋渭水先生的入狱事件 是这样的可歌可泣 那我们可以斟酌主角再三 他里面的一些他的心境 那刚才透过曹根老师 跟我们的解说 我们能够了解的更为深刻 那曹根老师 我们都一直在谈 蒋渭水先生的这个 被关的这件事情 而他的看法竟然是 以一种这个超脱 很幽默的态度来看 这个是不是他的人格特质 就是因为他有办法 来适应这种艰困的环境 所以日本人是对他莫可奈何 在建议里头 其实他还有很多很多 非常感人的事情 我们期待还有机会再来谈 今天这一段节目 我们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 待会儿马上就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